第五十一章 子忠王的威胁 一定要让族群崛起 不能让族老白白牺牲 拉蒂莫斯吼道 旁边门部也点头 看宝藏室 神主普哀迪赫道 宝藏室和传承室 传承室中是我族群无数年积累的 适合本族身体结构的各种秘法 而宝藏室却是各种各样珍贵宝物 只要这些异族神国传颂离开 那么我们就能得到这宝藏 嗯 拉蒂莫 门部也正中点头 炽热看着那虚拟投影中 宝藏室中的情形 宝藏室内 那土著族老球赤卡 乃是蜂王巅峰强者 他的自暴经历许久 室内才渐渐平息安静下来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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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在室内角落的虎刺王嘶吼着 双眸中满是疯狂 哼 紫中王脸色铁青 目光闪烁 看了眼那站在室内中央的苍金王 苍金王却是冷着一张脸 罗锋仿佛一银色羽翼形成的虫茧 也被轰击得紧紧贴着墙壁 随后双翼展开 罗锋目光朝四周一看 那虎刺王的气息 已经衰弱到无比惊人的地步 相反 紫中王气息强度倒是没怎么变化 苍金王也是如此 虎刺王损失很大 不朽神体已经损伤超过一半 罗锋已赶 可紫中王似乎没受伤 苍金王不受伤很正常 可是这紫中王 敌方两位 苍金王锋芒极限 紫中王锋芒巅峰 呵呵 哼哼哼 苍金王一阵冷笑 还真会伪装 苍金王冷笑看了眼紫中王 声音低沉雄浑 紫中王 如果不是这次那土著自爆 我还真看不出你这七长族 还有这等能力 除了刚开始你对付那人类羊主动燃烧3%不朽神体外 之后不管是夜沉王自爆 还是这土著自爆 都没伤到你一点吧 这波攻击下 苍金王丝毫无损 罗锋 一如之前表现的可怕防御 依旧丝毫无损 苍金王早就料到 这个人类应该有什么特殊底牌 所以罗锋能度过这一劫 苍金王并不吃惊 虎刺王损失大半不朽神体 如果受伤在重点 恐怕会直接陷入沉睡 这也在意料中 唯有紫中王 之前表现就和正常蜂王巅峰强者一样 之前夜沉王自爆的时候 那紫中王也是高喊自己受伤了 可那次因为紫中王是躲在仓室内 加上那自爆大量威力浮散到其他方向 连在仓室门口的虎刺王 受伤程度都很小 紫中王即使受伤 表面上看很难辨别 谁都没意识到紫中王的特殊 可这次不同 那球赤卡自爆 是在狭小的宝藏室内 宝藏室20米长宽 10米高 狭小 封闭 加上仓室本身防御级强硬抗下那球赤卡自爆而没一丝损耗 这使得球赤卡自爆威力完全在仓室内爆发 使得攻击强度非常可怕 虎刺王绝对重伤 在重点就直接失去意识 永久沉睡了 紫中王去能丝毫无损 这就怪了 嘎嘎嘎嘎嘎嘎 紫中王笑着 面上鳞片褶皱 显得很是丑陋 声音尖利 苍金王 宇宙中亿万族群 宝物无数 危险之地也是无数 我有点保命绝招又有什么 之前制定计划 你可没说 苍金王看着他 这是保命绝招 也没必要说吧 紫中王也略微低头 显然也服软 哼 苍金王冷哼一声 随即他目光一扫旁边的虎刺王和人类青年 不由心中吃笑 那虎刺王已经不知一提 至于那人类青年 显然是有强大防御手段 可攻击实力却一直很一般 倒也不足为据 我看 大家都试试 怎么开启这宝藏吧 苍金王指向那藏宝箱 谁想先来 谁敢先燃之宝藏 苍金王你先来 子中王连凤城道 哼 苍金王这才走到 那被十二条锁链捆覆着的古老藏宝箱 在那边时而用蛮力 时而用各种技巧 想尽了方法 最后才不甘心的恨恨 一脚踹在藏宝箱上 令空间都整个崩裂 喝道 你们来试试看 我来 子中王上前去尝试 走到藏宝箱面前 却是看向罗锋 人类 要不你来先试试 不用 罗锋也不急 子中王试验了个遍 失败 罗锋 虎兹王也上去试验 依旧失败 祭塔控制室内 这些一族 还想得到我族宝藏 真是做梦 门不恨恨的 宝藏是我们的 拉蒂墨赤笑道 这些一族 一个个很不甘心 你看那实力最强的那个苍金王 都快发疯了 可发疯又有什么用 他们还是得不到宝藏 最后他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选 神国传颂离开 等 等他们离开 我们就取了宝藏 神主普哀悼 这三大土著强者 都默默观看着 期待着 期待这些入侵的一族 赶紧神国传颂离开 在宝藏室内 足足僵持了十多分钟 苍金王 子忠王等都意识到 他们没办法开启藏宝箱 或许我能让谋杀族 变化为燕迹大陆原住民 尝试开启 站在角落和虎兹王在一起的罗锋 心中暗道 不过是否能欺骗宝箱的感应系统 并无十足把握 不管行不行 也不能在苍金王他们面前尝试 白忙活一场 苍金王的怒吓声 在室内不断回荡 其他子忠王 虎刺王 罗锋三者 都忍不住嘀咕 白忙活 那兵刃 叶尘王得到了六位引领者的遗产 而最终兵刃 叶尘王一切财富 全部落在苍金王手里 据估计 最起码也有数百亿混员单位财富 这还叫白忙活 贪婪是所有强者心中都有的 罗锋忍不住暗叹 区别只是有的能控制贪婪之心 有些控制不了 你们三个 苍金王熊阳声音回荡 都神国传颂先离开 罗锋一惊 让自己等三个先离开 这不就暴露了神国坐标 那苍金王不就能尾随进入神国了 以那苍金王实力 一旦进入敌人神国 不管是进入虎次王 还是子忠王的神国 那神国恐怕都会被毁掉 我们先走 子忠王怒道 苍金王 你的实力远远比我等厉害 你如果神国传颂离开 我们谁都不敢尾随 进入你的神国 所以依我看 应该按照实力来 实力最强的先神国传颂离开 实力弱者 最后神国传颂离开 对 虎次王也低吼道 我赞同 罗锋也点头 他们很清楚 这时候 他们三个弱者得联合 昏暗的宝藏室中 高大的全身环绕着 电蛇的苍金王 发出一声低吼 违背我者 死 不违背你 也是死 子忠王那小眼睛中 闪烁着凶光 我已重伤的需要 无数年才能恢复 苍金王 你别太过分了 虎次王眼眸中 有着一丝疯狂 他何等可怜 这次来什么宝藏 没弄到手 却重伤到这等程度 作为封王强者 还是有着傲气的 漫长的岁月 令很多强者 并非那么惧怕死亡 逼急了自暴 是常有的事 罗锋也看着 苍金王 显然 三个弱者 无需交谈 就自成一同盟 哦 苍金王眼眸中 闪烁着电光 饶有兴趣 看着诸位强者 真有胆色 我已开启 虚拟世界 同步传送 子忠王 咬牙盯着 苍金王 将周围一切 拍摄记录 你如果敢动手 同一阵营 对战友下手 谁都保不住你 拍摄记录 同步传送 苍金王 业余看着子忠王 这几塔中所有信号都被屏蔽 根本无法探查 你只能使用类似眼睛观看原理的拍摄录音 这种最基本的手段罢了 可是光线我早已扭曲 声音更是直接控制传入你脑海 你根本无法记录 哦 子忠王 面色大变 哈哈 这吉他 连在昂贵的探测信号都无效 连神力探测都无效 你的虚拟世界连接仪器 附带的一点探测记录功能 也就仅存拍摄录音功能 这点功能又最具有敌感性 很容易伪造 根本不能当证据 更何况我都操纵光线 声音 哈哈 苍金王似笑非笑看着子忠王 你能挡住那土著自爆而不损丝毫 看来有宝物在身啊 那人类也能挡住 子忠王紧张连道 罗锋听了 面色一变 他 苍金王饶有兴起看了眼罗锋 这人类实力还不如你 防御却很变态 变态的这么夸张 肯定是拥有某种很厉害的特殊手段 放心 你们几个 我会一一解决 这次虽然得不到宝藏 可是弄到你们三个的财富 也算一点小小弥补了 子忠王 虎刺王 罗锋都是已惊 这苍金王已经开始撕破脸了 别太过分 虎刺王嘶牙吼道 闭嘴 重伤成这样 你自爆都损伤不了我一撕 苍金王痴笑道 你那点财富 我还没看在眼里 我更重视这两位 他的目光在罗锋 子忠王身上流转 别逼我 子忠王怒喝道 同时一翻手 手中出现了一颗黑色的金球 一股让人心计的能量波动 从这金球上浮散出 逼急了 意气陨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